这个警察好可怜 立功无数领导却要把他调到乡下 理由竟然是他太能干了 他抓捕罪犯的数量是别人的十倍 这你马不仅是没给罪犯留活路 更是没给同事留活路呀 搞得警队有一半的警员都想跳槽了 领导实在看不下去 只好把他调往乡镇学学做人 铁柱表示抗议 那可是全国犯罪率最低的地方啊 所以派你去那儿吗 可我还年轻 想继续为国家奉献自己 你还年轻啥呀 你看看你那大脑门 发际仙比那个做电影解说的小苦都高 黑卧槽 人身攻击就过分了啊 这话虽然伤害性大 侮辱性也强 但铁柱还想挣扎一下 这事我觉得应该民主决定 最起码也要一半以上的人同意才行吧 在同事们的热烈欢送下 铁柱抱着前女友送的绿玫瑰 来到了这个年年都被评为模范小镇的小镇 还有些郁闷的铁柱 来到了酒吧消愁 由于职业习惯 他刚进来就四处扫尸了一番 发现这酒吧里居然一个妞儿都没有 全是一帮未成年 作为一个敬业的条子 这必须得管管的 见客人全被撵了出去 老板脸都绿了 你是警察 你牛P 铁柱消遣完出来 又碰到一胖子想要酒驾 嘿 你喝酒了吧 胖子表示明白 然后一个到党 差点让铁柱原地升天 这还有啥说的 必须逮回警局呀 路上还顺便逮了几个随地吁吁的未成年 结果第二天 就发现那胖子竟然越狱了 你咋穿着警察的衣服呢 因为我就是啊 这时局长走了过来 铁警官你好 这是我的好大儿 小胖 得 第一天上任就把局长给得罪了 局长带他参观了警局 装备库兼满了猪网 政务间空空如也 同事们也都在摸鱼 这并不是局长管理不周 主要是小镇的居民觉悟太高 二十年来从不犯罪 大伙根本没事可干 铁柱还想着能力点工好早些调回去呢 结果最忙的一天 就是帮居民找走丢的大鹅 完了还没抓到 这天 他终于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贼娃子 这尼玛可不能放过了 追捕时 铁柱帅气地翻过栅栏 小胖看得那叫一个激动 就也想试试 在一个胡同里 铁柱发现了正在踹起的小偷 但同时 也发现了那只走丢的大鹅 思索了三秒钟后 铁柱决定还是先抓小偷 最后小偷被成功拿下 可没想到超市老板竟然不追究 甚至还帮小偷求起了情 说他还只是个孩子 应该再给人家一次机会 得 早知道刚才就抓大鹅了 第二天两人又割路边查超速 也不知道铁柱运气好还是咋的 又让他逮着一个 还是一个18线演员 可人家最后用几张门票 就把局长给贿赂了 当晚铁柱也去看了演出 但看完他就后悔了 因为太难看了 除了演技烂 连音效都是演员自己配的 好在还有免费的晚宴 也不算白跑一趟 宴会上 超市老板开玩笑地说道 那小子演得太特么差劲了 简直就是给小镇丢人 真想让他俩脑袋搬家 结果第二天 他俩脑袋真搬家了 勘察人员说 这就是一起交通事故 很明显就是18线演员超速驾驶 导致风太大把脑壳吹掉了 但铁柱不这么认为 因为断口实在太过整齐 不像是被风吹掉的 就在他思考之际 超市老板突然路过 还当场就说出了两名死者的身份 这让铁柱很是怀疑 因为消息还没报道出去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认为这是一场谋杀 而超市老板疑点最大 建议调查调查他 可另外两名胡子兄弟 却认为他在扯淡 因为法医鉴定结果 都说是交通事故 就是被风吹掉的 就在他们争吵之际 局长又给他们派了另一个任务 报警的是农场的一位大爷 等他们到了地方 大爷竟然拿着枪枪迎接他们 那啥大爷 你有持枪许可证吗 我这支枪有 有那就没问 等会儿 什么叫这支枪有 好家伙 这尼玛就是一个军火库呀 要是把这些装备给李云龙 当年还有小日本什么事 更要命的是 还有一颗超大号水雷 大爷 你这收藏品有点危险呀 有啥危险的 就一坨废铁 我一天天没事就敲着玩 还好真是一头废铁 不然全阵就特么的开席了就 警局的武器库被充实 在这小镇上 另一次功不容易 更何况小胖 还是大姑娘做花叫头一回 于是俩人就来到了酒吧庆祝 在这里他们又碰到了 超市老板 还有一个喝蒙圈了的大土豪 超市老板就笑他回去别死咯 结果第二天 大土豪就真死了 鉴定结果还是意外 昨晚大土豪回家做烤肉 忘了关煤器 然后被炸死了 房子都炸没了 铁柱认为这又是一场谋杀 胡子两兄弟又认为他在扯淡 这就是一场意外 得 我算是知道这小镇 为啥犯罪率最低了 合着都特么是意外死的事吗 这时超市老板又开着跑车 一脸坏笑的路过 让铁柱又更加觉得定有蹊跷 他回去立马调查了土豪家附近的监控 可监控刚好歪了 土豪家成了盲区 只拍到了那只走丢的大鹅 这时领导又给他派了一个任务 教堂今天搞许愿买一送一活动 让他去维护秩序 铁柱刚来到教堂 一个记者就神秘地找上了他 说自己知道超市老板的秘密 约他下午三点单独见面聊 然而等铁柱赶到时 刚好看见记者被一块石头砸死 铁柱紧忙跑上楼 虽然没有发现什么 但还是执意认为这就是一场谋杀 胡子两兄弟又又认为他在撤蛋 好在这回领导没有再安排任务 铁柱终于有了时间调查 他花了三天三夜 查阅了小镇所有资料 最后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超市老板头上 这绝对不是他对超市老板有偏见 而是有证据的 因为他从花店老板口中得知 前两天被炸死的那个富商买下了他的土地 打算盖一个大型商场 一旦建成 就会对超市老板的生意造成巨大威胁 而那个死掉的十八线演员还是一个律师 正在富商手下做事 他的小秘则是房管局的 至于那个记者 都怪他知道的太多了 听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感觉哪里不对劲 没错 所有消息都是花店老板告诉他的 跟他查阅的资料没有任何关系 他回到车里 准备拿本子记录下来 这是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 直接就把花店老板给刀了 卧槽 竟然当着警察的面行凶 这么嚣张的吗 铁柱紧忙追了上去 可惜 没追上 不过这不是最气人的 最尼玛气人的是 胡子兄弟还认为这是一场意外 这回铁柱终于忍不住了 特么我亲眼看见的好吗 他认为就是超市老板干的 刚才凶手逃跑时被玻璃划伤了小腿 不信我们现在就去扒了他的裤子看看 见他这么执着 局长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他火速赶往超市 扒开了超市老板的裤腿 挨我擦 伤呢 咋会没有呢 超市老板不仅没有伤 还甩出了监控录像 证明了他今天一天都没离开超市 这回铁柱实在没招了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结果一开门 就遭到了黑衣人的袭击 打斗中铁柱扯掉了黑衣人的头套 挨我擦 这不是超市老板的员工吗 好在这哥们脑壳发育不达标 居然被一个鸡鸡国王就给拿捏了 铁柱趁机一花盆将他放倒 并从他的对讲机里得知了他还有同伙 让他干完活就紧忙去城堡会合 铁柱作为一个警察 根本就没带怕的 他偷懦地来到了城堡外 发现同伙还不少 认真一瞅 挨我擦 这不全是小镇上的居民吗 铁柱二话不说 举起证件就要上去逮捕他们 可这群恶魔不但不怕 还把作案动机告诉了他 说他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平上模范小镇 淡掉18线艺人是因为他演技太烂 会给小镇丢人 而他的小蜜到处乱搞奸情 会坏了小镇的名声 杀腹伤是因为他的别墅太难看 破坏了小镇世荣 不显得我们小镇没文化吗 最别屈的就是花店老板了 因为他手艺太好 现在却要搬到别的小镇 我们小镇得不到的 别的小镇也别想得到 铁柱懵圈了 合着你们是看谁不顺眼就杀谁呗 他实在不能接受这些扯淡的理由 正想着怎么叫支援呢 没想到局长竟然也出现了 还和他们是一会儿的 这回铁柱是彻底蹦跋住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跑还等啥呀 结果没跑多远 就被自己的好搭档小胖给刀了 不过铁柱并没有死 小胖用番茄酱救了他一命 因为这些天的相处 小胖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 他让铁柱连夜买张战票赶快回伦敦 这里的水太深 他把握不住 好可以 但是有点饿了 他来到超市准备买点吃的 转头看到货架上的热血警匪片 让他一下子就上了头 他来到农场抢了一匹白马 然后又托摩格溜进了警局 给自己装备了一套吃鸡神装 他骑着白马晃晃悠悠地走在大街上 小镇的人看他这一身王霸之气 也撕下了伪装 老掉牙的八旬老头端枪射击 何来可亲的老太疯狂扫射 老花眼大娘远程狙击 不过毕竟上了年纪 完全跟有吃鸡神装的铁柱不在一个级别 这刺激场面 看得小胖肾上腺素飙升 二话不说的也加入了战斗 双方火力全开 打得好不热闹 就连那群摸鱼的同事都掩耐不住了寂寞 纷纷加入了铁柱的队伍 而这场战斗中 最尴尬的莫过于来给小镇打分的评审团了 局长和超市老板眼瞅着打不过 就想开车逃跑 小胖也是大义面亲 和铁柱一起追了上去 途中还没忘记找回那只走丢的大鹅 最后铁柱等人成功逮捕了所有人 伦敦的领导听说他抓了这么多坏人 又想请他回去上班 因为他走的这段时间里 城里的犯罪率急剧飙升 他们这群只会混吃等死的咸鱼完全搞不定 但铁柱现在却不想回去了 因为在这里他有朋友 这里或许更适合他